约翰洗者 天国的先知 约翰洗者穿着骆驼模造的衣服 腰间捉着皮带 以蝗虫和野蜜作食略 约翰除了示范 怎样做不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穿什么的门徒之外 更重要的是 他这一身简薄粗造的装束 凸显了他先知的身份 旧约曾经描述 厄里亚是一个身穿皮毛衣 腰束皮带的人 福音就约翰的装束的描述 增添了末世的色彩 因为在约翰洗者身上 厄里亚先知回来 耶稣曾公开向群众宣告 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厄里亚 约翰作为先知 和他做耶稣的前驱的使命是息息相关的 他要借着宣讲和洗礼去预备上主的子民 迎接即将出现的墨西亚 画头福音这样介绍约翰出处 那时洗者约翰出现在犹太抗野宣讲 说 你们灰改白 因为天国临近了 福音记载约翰洗礼之前 先记载他的宣讲 是要强调约翰首先是位先知 其次才是位施洗者 约翰这位先知 本质上和旧约的先知有分别 因为他宣讲天国临近了 因此 我们此时此处的生活 要以上天皇国来定向 约翰呼吁人悔改 再以洗礼这个外在的行动 来表达内心的悔改 对上主的皈依 悔改 不单是思想或者意见上的转移 更意味整个人行为上的转变 正如伊撒尔亚先知所说的 离开自己的行径 抛弃自己的思念 来归附上主 用一汉的说话 就是 结与悔改相情的果实 福音指出 耶路撒冷 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 都出来到约翰那里去 承认自己的罪过 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赦罪是耶稣的使命最核心的一环 身为耶稣的前驱 约翰的工作 就是去催促人悔改 好让他们做好准备 迎接耶稣 这位张人 由罪恶中拯救出来的默西亚 而这位默西亚 将会在末日施行圣神及火的洗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